《汪精卫3》 当案件上报道时任清廷九门提督的爱心觉罗律啊,警察内城总清廷成张总祥和内务部尚书宿亲王爱心觉罗善袭齐等几位权清一时的大臣们那里后,向来深入痛绝清廷腐败无能的宿亲王。 善袭认为,如果杀掉汪精卫和黄复身后,就会势必要引起革命党更大的报复行动,而且善袭这个老尘案,台西才是尽人皆知的。 他也曾这样评价汪精卫,其台出色,其致可悲,为避免与革命党矛盾的再次激化,此时已经宣布预备立宪的清廷法部。 在1910年4月25日,按照法律程序,审理了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刺杀摄政王魏遂安。 29日,风雨飘摇的清廷最终以汪精卫和黄复身误解,朝廷政策而下达判决,免处死罪,判处永远监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时已开放党禁的清廷,于11月6日,释放了大政治范王精卫。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入日一年半后,辛亥革命的爆发,让他这个革命党人迎来了个人声大反转。 6日当天出狱时,明造一时的汪精卫,引起了小半个北京城的轰动,人们争相上街一睹汪精卫的风采。 获释后,汪精卫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赵承诺迎娶陈碧君,同时,其刘永退,他都给自己提出了,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赌,不惜时鸦片的所谓六不原则。 这个热血男儿在狱中曾写下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慷慨歌艳诗》《从龙做土球》,引刀成衣块,不赴少年头。 当时的汪精卫是何等浩迈慷慨,与其他朝廷重犯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的政治范方精卫,在狱中没有被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铁,他也可以看书写字,这是清廷给他的特殊待遇。 出狱后,一下子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超级明星,这位辛亥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以及金晶一代同盟会的领袖,因极端的刺杀行动,使赢得了极高声望,加之几乎完美的一票汪精卫, 显然是那个时代众多年轻人的偶像,并留给世人淡泊名利的道德完人形象。 经肃亲王善息的劝说,汪精卫的革命观和政治观念,开始发生转变,他转而劝说, 残居于南方的革命党,最好能放弃武装起义,以与清廷和谈这种较雷缓和的手段取而代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溥仪伟,袁世凯如愿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邀请汪精卫出任广东省都督一职,但遭到汪精卫的婉言谢绝。 袁世凯的长子元克定,因十分仰慕汪精卫的文采,而与其一节金蓝,但汪精卫同样也没有接收任何的高官厚禄。 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在出狱后的,1912年春,汪晨二人在广州结婚,素有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之称的汪精卫,迎娶了所谓的民国八大仇女之一,且身高一米五的陈碧君。 半年之后,汪便与陈一同前往法国留学,在离中华民国的政治核心圈。 在法国,汪精卫与同盟会大佬近代学术名人吴志辉,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共同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并为俭学会的刊物,再一次作起了主品。 此时,汪精卫虽本人远离中国,但他始终在关注着国内局势的瞬息万变。 1913年,吴志辉和汪精卫二人,因孙中山先生集电回国,参与以返原为目的的二次革命。 离开前,汪精卫将一对儿女留在了法国。 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逃回法国。 1915年,汪精卫曾短暂回国参加反对原意复辟的革命运动。 1917年,汪精卫又一次回国,参加旨在讨伐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 这次,他回到了孙中山先生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回到了政治圈的核心。 1919年,汪精卫赋户上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在广州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汪精卫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省政府顾问。 一年,汪叔任总参议。 6月,粤军将领陈九明,在广州叛变革命调转枪头,炮轰孙中山先生的总统府。 此时,才刚在国民党内展露头角的蒋介石,虽与汪精卫的地位相差甚远, 但蒋介石对汪精卫马首是瞻,并一同誓死保护着孙中山先生。 炮轰事件时,孙中山先生深刻认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职业,先进的武装力量,才能继续革命。 于是,国民党开始筹建黄浦军校,陈碧军变马不停蹄地,为军校筹款三十万元。 1924年,孙中山先生应逢玉祥将军之腰北上,在北上的路上先生病倒,后经茶石裂晃肝癌。 1925年2月,眼看孙中山先生时日无读,当时在先生左右的国民党大佬汪精卫,与孔祥熙、宋、紫恩等人着手商量着,尽快给孙中山先生立下遗嘱等偶事宜。 在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经时任国民党中央任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汪精卫,执笔写好的遗嘱,交给孙中山县,生看完后一字未改签字生效。 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病逝,举国哀悼,先生遗嘱中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的治理名言,至今仍广为流传,这就是出自汪精卫之首的总理遗嘱之中。 在之前,孙中山先生出任非常大总统的演说和北上宣言,都是出自汪精卫之首,这些都成为了其日后在国民党内掌权的厚重政治资本。 但是,孙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何以主中,都没有明确自己的接班人,这使得国民党内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小波动。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凯三人,成为了最有能力和威望机关人的人选。 党内的左派势力力推廖仲凯,右派则力推胡汉。 民,左右两派互不相让,最后是为人温和且左右逢源十年四十二岁的汪精卫,出山执掌了党政大权。 1925年7月1日,孙中山先生生前的广州大元帅府,被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凯等十六人,当选为政府委员。 之后,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出任外交部长,廖仲凯任财政部长。 三日,汪再次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国民党内形成了三巨头共管的局面。 颇为有趣的是,一直以不爱权力,但博明立世人的汪精卫,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之前,一如既往的一再推辞, 对政府主席职位很是谦让,但是,在十一名中央职位投票选举结果公布后,汪精卫,是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 可见其将自己的一票也投给了自己,明显的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 这次,汪精卫达到了他人生的高峰。 2018.11下此内容提示,民国人物,汪精卫。 四,1932年,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 在对日政策方面,提出应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则。 请关注我的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未成品独民国,或SXBG0729, 了解和探讨更多民国史内容。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